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天气渐渐变凉了 我们就会想要来做汤料理 那肉骨茶呢 它是属于温补的 所以冬天夏天都可以食用 就比较大众化 这次我设计的是为蔬食朋友做的 没有肉汁肉骨茶汤 这边看到是鲜香菇 炖汤的时候用新鲜香菇 我得说它的味道真的会不一样 刚还有看到画面中还有猴头菇 跟现在看到的黄豆芽 这是冷冻豆腐 很多时候我就会把豆腐买回家 就直接放冷冻 它就会变成冻豆腐 是在做炖煮的料理的时候 我的蒜头都不会去剥皮 我只会稍微洗一下 然后整颗下去炖 这边看到这两个是我等一下要示范的 如何再把它变成另外两道菜 调味的部分我就多了生抽跟麻糕 就这两样 因为我还有去美容区农会参观 所以我就顺便带了飞机改的美容豆皮 我觉得它也很好吃 而且拿来炖啊 它不会那么容易烂 吃起来口感也很好 这边看到是肉骨茶炖料 这是干燥包 记得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它一包一包的小包装 就另外先把它去隔出来 胡椒粒你可以把它磨碎压碎再一起煮 这里看到我还用了 人家在炖中药材的这个棉布包 我把这些比较细小的啊 中药材把它放进去棉布包里面再炖 不然到时候你整锅啊 你还要再去把这些中药材啊 把它跟我们的这些料分开会比较麻烦一点 这边看到新鲜香菇 我就稍微切一下而已 然后红萝卜还有冻豆腐 很多时候我们站所都会有 豆腐快要过期了西服的 我就会赶快把它买回家 然后就放进去冷冻库 这样当你要煮锅类料理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用 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鼓励大家要爱惜我们的食物 这才是真的落实永续地球永续生活的一种行动 我这一次煮的时候是用压力锅来煮 这上面看到有麻糕粒 一样的麻糕在炖汤的时候 也是一样都把它压碎 我没有压是因为我怕我会忘记 画面中没有看到 或也没有跟大家介绍到 我有用麻糕这东西 还有生抽 生抽我大概倒了40ml 水大概就照上面的纸是这样 我用了大概2000到3000中间的水量 主要还是要以锅子大小为主 煮好了就是一锅蔬食的没有肉汁肉骨茶汤 它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我觉得这一个新鲜香菇拿来煮汤 汤的鲜美程度都会更好 蔬食朋友可以这样吃到没有肉汁肉骨茶汤料理 那乎食朋友呢我另外再变化成两道菜 再另外一支小影片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